面子是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 面子薄都是那些自尊心强 又没自信的人 你看看周围那些要面子的人 什么都得不到 那些过得好的人从来都不要脸面 脸皮可以撕下来扔在地上 如果你为了面子坚持错误 往往结果让你最没面子 当有人拿钞票扔你时 蹲下来 一张张把它捡起来 毕竟和温饱有关的是 面子一文不值 你会发现一个事实 当你捡到钱的时候 不会太高兴 丢了钱却懊恼不堪 人不能因为一件喜事 高兴一整年 却能因为一个创伤 终生留罢 痛苦给人的刺激 远远大于快乐 所以我们变成了以前得不到的 现在不想要了 以前抱着不放的东西 现在连伸手都觉得多余 原来失去比拥有更踏实 未曾清贫 难做人 不经打击 永天真 你只要活着 就千万别幻想一帆风顺 能百毒不侵的人 都曾伤痕累累 每个自强不息的人 都曾无处可依 多少个不眠的夜晚 终于明白 委屈只能吞咽 没人愿意听见 泪水只能枯干 没人替你擦完 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就是好好爱自己 疫情已经爆发七个月时间了 梁小霞去世半年了 2020还剩下最后五个月 你呢 难道还要停留在四月份的失业中 为昨天跟他吵了一架 而垂头丧气 终日不安吗 那你真傻 要知道 除了生死 都是小事 除了你的命 都不值钱 生得再平凡 也是限量版 有人说 你哭得最惨的那个夜晚 会让你长大不少 其实 真正长大的夜晚 使我忍住没哭 真正的释怀 极其安静 沧桑 不过是 无泪有伤 如果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人 他会因为你的一点好 而忘记你所有的错 请务必要珍惜他 因为这个世界上 有更多的人 是因你一次错 而忘记你所有的好 本就没有什么理所应当 所有人的诚意和关心 都是出于善意 世界虽大 良人不多 别让别人的善意 变得廉价 记住四点 让你避免在阴沟里翻船 一 任何时候 不要过于信任 二 要学会闷声发财 三 别天真 很少有人可以善良到 希望你好 四 多长点心眼 越是关系好的人 越不希望你好 不了解你的人 根本不会在意你过得好不好 人生的下半场 最好的活法 是放过自己 穷人求有 富人求无 最想求又难求的 是无中生有 我们之所以是凡人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求不得 既然求不得 那就跟自己和解吧 不苟求 也是一种活法 语书房 陪你一起学习 一起成功 加油